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 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主持会议 那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还来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尔 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 鹰派的意味可以说是相当浓厚的 这也在金融市场引发了一个连锁反应 美股连续两天都表现疲弱 美债和美汇则集体出现飙升 市场对于经济衰退 依旧是游行重重的 这是否又会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更大的影响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还是来关注在今天 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今天是一个 缩量回调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 沪深两市都是在低开低走的 那午后维持在低位盘整 沪指示收报在了3227点 那跌幅达到了0.42% 在深圳方面 深圳至今天同样也是下跌 下跌的幅度为0.39% 目前来看两市的成交 依旧是维持在不足1万亿元的水平当中 那北向资金的净卖出 今天是49亿元 我们再来看香港方面 港股在期指结算日呢 反复出现了下跌 也失守了2万点的大关 中场是收报在了19949点 跌幅为0.37% 台湾股市在今天则是低开 然后出现了一个高走 15000点的大关是得而复失的 价选指数中场小小的上升 0.18% 那隔夜美股的跌幅 开始出现放缓 所以亚太区其他股市 开始出现了一个向好的情形 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呢 是高开高走的 重新站上了28000点的关口 收涨达到了1.14% 韩国收发股市 也是在市场一个积极情绪的带动之下 从一个月的低点开始出现反弹 中场收报在2450点上涨的幅度 接近1% 那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呢 小幅出现了上涨 涨幅是0.2%左右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表示了 在今年推出的稳经济的政策力度 是超过了2020年并且强调 要把相关的政策落到位 那国务院周一召开了 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 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那李克强在会上也表示 第二季度的经济 受到了超预期因素的影响 当前巩固经济恢复的基础任务 依然繁重 那今年针对新挑战 果断推出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政策力度是超过了2020年 并且规模合理适度 要把这些政策落到位 同时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度 着力于稳就业 稳物价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我们再来看中国财政部发布了 上半年的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 那么报告也表示 未来将会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 那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靠前安排 加快节奏 适时加力 中国财政部网站周二刊登了 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提到下半年要在扩大需求上 积极作为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报告指出要加大减负纾困的力度 上半年新增退税减税降费 5074亿元人民币 办理退税18455亿元 以达去年半年办理退税规模的2.9倍 顺利实现留底退税政策大头落地 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6400亿元 当中留底退税约16400亿元 报告又披露 2022年分两批储系专项债券项目 7万1000个 上半年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 共支持超过23800个项目 总额达到34100亿元 已发行的专项债券中 支持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金额最多 接近11700亿元 交通基础设施 社会事业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专项债券 也超过5000亿元 报告指要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 推动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还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联动 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落地 并强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合理测算分地区债务限额 控制高风险地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规模 在防风险方面 财政不升将常态化开展专项债券资金 使用管理核查 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负面清单管理要求 确保资金依法合规使用 内地媒体报道 规模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的全国性支持保交楼专项借款 已经是启动了 财新报道指出保交楼专项借款 是由人民银行指导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在现有贷款额斗当中安排 那么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能将会加入 报道还指出中央财政将会根据 实际的借款金额对政策性银行 予以1%的贴息 贴息期限不超过两年 那有关的专项借款 采取的城市统借统还的模式 也就是以城市作为单位介入 使用以及偿还 专项借款进入地方政府债务 我们再来看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31号起一连两天将会在香港举行 香港进出口业的代表 也希望特区政府把握自主的优势 通过政策支持 帮助业界抓住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机遇 有香港特区政府 及香港贸发局合办的 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31号在香港举行 本次论坛主题为写手共创新篇章 邀请全球政商领袖参与讨论 后疫情时代下的环球经济新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 林隆安表示 本次论坛为香港的业界释出正面意义 他期望特区政府积极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 促成一带一路创意下的成员 在不同领域的投资及商贸工作 香港作为一带一路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团结 也作为重要的一个中心 特别是在跟中西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的中心方面 香港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一带一路中 独特的作用 一带一路演现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在准口性贸易方面 服务性贸易方面 可以独特来体现香港的一个区域的优势 也可以让香港在一带一路中 支撑着我们国家走出去远近来的作用 林隆安认为香港禁出口业 若要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特区政府的参与至关重要 他建议当局继续深化 一带一路融资信用中心的角色 为香港禁出口中小企业 抓住发展机遇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先例界的特区政府 特别是在贸易体系化 准口贸易和服务性贸易方面 能加大一定的力度 利用国家十四五战略规划的战略布局 然后让香港充分地融入到 国家的发展大集中 另外还有让香港 在全面来提升港口 比方智慧的城市 特别是对有关的 包括我们的一个金融性的支持 第二个完了 对一个线细层面的一个支撑 凤红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那至于在亚特区内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韩国政府周二召开国务会议 敲定2023年预算为639万亿韩元 同比增加5.2% 创6年来的最低增幅 财政部长邱信浩介绍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此次预算案编制 采取确保财政稳健的方针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至24万亿韩元 是迄今为止的最大规模 根据预算案 明年韩国国家债务 月占GDP的49.8% 与今年基本持平 日本金融厅计划 将已经纳入初高中课程的金融教育 作为国家战略面向权名进行宣传 日本金融教育旨在践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重发起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倡导居民将偏向储蓄的金融资产 更多地转向投资领域 调查显示 日本对资深金融支持 有信心的人只有12% 而美国则为71% 国际航线恢复重振越南旅游业 越南统计局29号公布 今年前8个月 越南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44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13.7倍 但仍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 下降87.3% 其中来自韩国的游客年增16.61倍 是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市场 另外 未达成年底前 接待500万人次游客的目标 越南旅游总局已提出多项建议 吸引国际游客 今天我们将来关注在上周进行的 全球央行年会上 美林驻主席报告 是持续地收紧货币政策的应用派表态 让市场对于经济衰退的优劣 是近一步的加深的 那么在下一节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全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一起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誓言要继续来收紧货币政策 直到通胀明显地持续出现回落 那市场就开始忧虑 美联储大幅的加息 会拖累美股在周一的权限收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在连续两天都表现比较的疲软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还有美元的汇率 也持续出现走高 先来了解一下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发言 向市场传递打击通胀的坚定决心 鹰派言论时 大幅加息地担忧 再度升温 美股连跌第二天 道琼斯工业指数 继上周五 急限1008点之后 周一继续下探 一度失手32,000点整数关 中场收跌0.57% 创一个月新低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周一盘中都曾经跌至 约一个月低位 中场跌幅收窄 纳指表现最差 收市大幅下错约1% 对于美股持续走低 美国联邦储备局 明年一息时 有决策权的 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 卡什卡利反而认为 这表明外界终于了解到 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决心 他强调 即使美国经济受到损害 也不应该停止加息 市场对美联储 9月大幅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美联储利率走势监测数据显示 9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7成2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2成7 加息预期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极深 两年期债息曾经触及约3.49%的15年高位 美元也气势如虹 美元指数周一延续上周的强劲涨势 最高冲上109.48的水平 再度刷新20年高位 不过之后从高位回落 另外中美上周五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 13条关于协议的问答 重申如果外国发行人 有意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都需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以及要求 包括与会计审计相关的内容和调查 美国监管部门与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辖区 有20多项合作安排 和中国签署的这份审计协议 是所有协议中最详细和最规范的 问答内容还透露 已经向中国的审计公司发出文件请求 这些公司必须及时通过中国证监会 向美方提交指定文件以便进行检查 同时也已经向相关的证人发出通知 预计美方的检查员将会于9月中 抵达香港开始检查工作 中方早前强调 中美双方在调查前要先沟通协调 美方需要通过中方获取审计抵稿 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访问证人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杨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 全球央行年会报外发表的 这个鹰派的发言言论 确实就是认为说 不到这个通胀出现拐点 可以说加息事不罢休 现在来看美股就出现了大跌 那现在是不是意味着说 这个经济衰退的风险还是很大 硬着陆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还很高呢 在上周五一年一度的 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尔的讲话 是偏鹰派的 坚定加息来应对高通胀 美联储今年已经四次加息 那一次比一次加息的幅度大 一次比一次加息的节奏快 现在还继续发出鹰派的呼声 这表明了当前美国面临的通胀 是近40年来最高的一个通胀水平 必须坚定加息来应对 但是对这次通胀的企业呢 其实美国国内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呢 通胀是货币现象 那么现在美国面临的高通胀 是因为过去两年美联储大量的放水 催生的资产泡沫 所以这样的话 只要货币政策收紧 就能够打压通胀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学派认为呢 现在物价上主要是供给短缺 比如说俄乌冲突 提高了石油 天然气 农产品的价格 那么导致了供给不足 而疫情的发生 让很多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 那这也推高了这个物价的水平 由于通胀的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并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 所以美联储虽然已经四次加息 但是并没有抑制住通胀 7月份CPI虽然有所回落 但是核心CPI仍然比较高 现在不能判断 美国的CPI已经是 见顶往下的趋势已经形成 也就是说9月份 美联储再次加息 五十个基点 或者七十五个基点的可能性 依然是非常大的 那这反映在资本市场上 对于美股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冲击 而美联储加息缩表 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 也形成了比较负面的影响 前两个季度 美国GDP已经是出现了 连续两个季度的环比负增长 同比目前还是正增长的 那么未来如果不断的加息缩表 可能会导致这个季度增长 有可能同比也会变成负增长 那这对于美国投资者的预期 会形成很大的打击 那杨先生我们看 这个鲍威尔发言一出 美国十年期这个国债收益率 出现了一个飙涨 美元指数也刷新20年来的新高 逼近到110的水平 现在来看这种资金流出的风险 会不会变得更高 包括对于港股在内 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呢 美联储不断的加息缩表 导致美元的吸引力提升 那么美元指数不断的上涨 创出近几年的新高 那么美债也出现大涨的走势 美债收益率出现大涨 这对于新市场 国家的货币形成很大的压力 包括人民币在内 都出现了一定的贬值 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说 人民币的汇率还是相对稳定的 贬值幅度不大 那么对于香港市场来说 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资金外流的风险 那么美联储不但加息 扩大了中美这个利差 并且造成了中美利差倒挂 那么之前一直是 中国的这个基准利率 比美国的要高 美联储实现的是零利率 但是现在呢 已经开始出现倒挂的现象 这进一步加大了这个资本 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这种风险 好在呢 中国经济下半年还是以复苏为主 特别是国务院出台了 33条自己经济的政策 最近国章会又出台了 19条接续的自己政策 经济复苏的情况之下呢 人民币的走势会相对强势一些 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呢 并不是太大 而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 这个宽松空间呢 也被美联储加息所压缩 那么未来呢 大幅降息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小了 更多的可能会上操作 来释放流动性 那杨先生我们可以看 最近中美监管机构 这个签署合作协议之后 当天的晚间 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市场开盘之后 中概股其实是集体闻声大涨的 那恒生科技指数呢 这个期货也触及到涨停 怎么来看这次协议签署之后 对于投资者带来的 这样一个影响呢 中美监管层通过区区的沟通 那么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 那么这解除了很多投资者的担忧 过去两年中概股跌跌不休 很多个股甚至只有 高点的10% 20%的价格 很大的程度上就是 美国依外国公司投资法案 的一些规定 把一部分中概股 纳入到退市名单 这让很多投资者比较担忧 中美监管层经过 长时间的沟通之后 终于达成这个一致 这相当于解除了很多 中概股被强制退市的 这种可能性 那这对于中概股的表现来说 或者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那么这当然对于港股的科技互联网公司 也形成直接的利好 因为很多科技互联网公司是两立上市的 那么中概股上涨之后会带动 港股的科技互联网公司的回升 那么在之前结婚中我也讲到 这些科技互联网公司是新年纪的代表 在流量方面具有绝对的这个优势 虽然受到反乱断法的影响 近两年盈利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但是长期来看 依然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在这个经过长期的下跌之后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配置价值 那加上这一次中美签署 一个这个达成了一致 那么可能会成为呢 港股科技互联网公司 回升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那杨先生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来看 投资者在哪些板块 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布局呢 那么下半年的话呢 悲骨市场还会展开结婚性的行情 那么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呢 新能源和消费是最受益的两个方向 那么新能源包括像光伏啊 风电啊新能源汽车啊 新能源等等的都属于经济转型 受益的这个方向 加上实现双台目标 要大力发展新能源 所以新能源下半年呢 还会继续表现 再可以配置呢 新能源龙头股或者是青年能源基金 而消费白马股呢 具备长期的投资价值 因为疫情的影响 消费增速下滑比较厉害 很多消费股呢 也跌幅比较大 但是等到疫情过后 布局后疫情时代的机会 那么很多消费白马股呢 已经具备了配置价值 那么下半年呢 新能源和消费有望呢 迎来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机会 现在呢正是一个布局的时机 出示 好 今天特别感谢杨德龙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再次感谢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在今年6月 国务院印发了广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 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那其中特别提到 要有序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那么香港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将会面临着哪些机遇呢 在下一节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营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张文文 带来详细的解读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同时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 香港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会面临着哪些的优势 还有机遇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营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 张文文先生和我们来探讨 张先生您好 您好 张先生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6月 国务院印发了广州南沙 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 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要将南沙打造成为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 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并且提到了要有序推进 粤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 您认为方案当中提出了 一系列的金融领域的举措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南沙方案有两大关注点 第一跨境保险 南沙方案支持南沙 在跨境机动车保险 跨境商业医疗保险等方面 先行先事 促进粤港澳3D保险市场融合发展 由此可见 跨境保险通 保险服务中心试点等政策 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另一个关注点 是跨境金融风险 南沙方案强调支持 推进外汇管理改革 提升风险监测能力 那张学我们可以看到 前海方案提出了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那恒情方案提出了 发展现代的金融产业 南沙方案则提出了 有序推进金融的互联互通 您怎么来看待 这三个粤港澳合作平台 对于金融板块的布局特点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南沙前海恒情金融板块布局 各有侧重 南沙方案聚焦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 支持符合条件的 港澳投资者 依法申请设立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 基金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 前海方案聚焦金融业对外开放 深化粤港澳绿色金融合作 和提升监管科技研究与应用 横行方案聚焦特色金融领域 可见三个方案各有侧重 张先生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是南沙方案的重要一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能够发挥哪些优势 促进粤港澳金融市场的 进一步联通呢 那香港金融界又应该如何来 把握南沙方案带来的发展机遇呢 香港金融业应积极把握 3D资金流动便利所带来的机遇 积极拓展相关跨境金融服务 第一呢 香港应抓住潜在人民币业务机遇 研究大中商品人民币结算 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 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等优化方案 充分利用内地境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优势 争取业务先机 第二呢 进一步与内地监管机构 推进建立保险服务中心 把香港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复制到大湾区内地城市 同时积极与监管部门 共同探索 跨进保险通的细化方案 第三呢 协助香港本地或国际金融机构 进驻大湾区内地城市 好 今天特别感谢中英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 张文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